化课堂 发生什么事了 爷爷 你告诉呱呱龙 我再也不和他一起踢球了 爷爷 你跟团子说 我才不想和他一起踢球呢 他总是踩我尾巴 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让他尾巴那么长 爷爷 是团子不对 是你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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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对 不要生气了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故事里的两个好朋友也吵架了 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和好了 你追我 我追你 几只小鸟在枝头蹦蹦跳跳 悠悠有点委屈 他们都有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却不理我了 碰 一个皮球飞来 哎呀 我的鞋 悠悠大叫 看着脏养子 看着脏兮兮的鞋子 他的心情变得更糟了 悠悠想 鞋子脏了 真的会不开心呀 一只小黄狗跑过来 围着晴晴的鞋子转圈 你喜欢我的鞋吗 晴晴撅起嘴巴 可是它已经脏了 小黄狗摇摇尾巴说 鞋子脏了 洗干净就好了 蚂蚁们走过来 它们看起来开心极了 晴晴小声问道 你们一直这么开心吗 一只蚂蚁看着晴晴说道 有时候我们也会吵架 但一会儿就和好了 也许 我刚才不该发那么大的火 晴晴低下了头 轰隆 轰隆 一阵雷声响起 悠悠摸摸书包里的伞 想到了晴晴 她还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吗 糟了 打雷了 晴晴想 悠悠最害怕打雷了 它们向前跑去 远远地 它们看到了对方 悠悠举起手里的伞 晃了晃 晴晴笑着跑过去 它们的手又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呱呱龙 对不起 我刚才应该小心一点的 你的尾巴被我踩了 一定很疼吧 没事 尾巴已经不偷了 我也不该发脾气 你也不是故意的 那你们还要一起踢球吗 嗯 铲子 我们来比赛吧 好啊 故事小学堂 嗨 小朋友 你还记得 故事里的两个小女孩 悠悠和晴晴 是因为什么吵架的吗 因为悠悠 踩脏了晴晴的鞋子 晴晴很生气 可是悠悠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两个好朋友吵架了 接下来 悠悠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只皮球飞过来 弄脏了悠悠的鞋子 悠悠看着脏脏的鞋子 突然就理解了晴晴的心情 原来鞋子变脏了 真的会不开心 那晴晴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遇到了小黄狗 小黄狗告诉她 鞋子脏了 是可以洗干净的 晴晴又遇到了小蚂蚁 小蚂蚁告诉她 好朋友之间会吵架 但是会和好的 这时候晴晴开始后悔了 觉得自己不该发脾气 后来打雷下雨了 悠悠和晴晴 怎么做的呢 悠悠开始担心 晴晴没有伞 晴晴也开始担心 害怕雷声的悠悠 两个好朋友赶紧找到了对方 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他们和好了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和好朋友吵过架呢 如果以后你和好朋友 或者是爸爸妈妈吵架了 生完气后 要主动地找他们和好哦 自己做错了就道歉 对方做错了就原谅他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